马亥清台呢 这三张照片 最左边那张 还是最右边那张 中间那张是非常好的天气 所以你可能要去看玉山的时候 是什么呢 台风过后 台风过后是最干净的天气 中间那张就是台风过后的时候 那其实讲马亥清台是右边 右边的时候 政府说有埋害清台 可是左边的时候没有讲 那哪一个比较严重 其实马亥的成因有好多种 就是让我们能见度会变差的成因 有好多种 第一种就是森林大火 比如说1997年 那个圣因现象的时候 印尼就火跟没办法 没有下雨就一直烧火 所以新加坡啊 马来西亚那边的雾就很 就是这种烧出来的埋 然后栗子就很多 所以甚至有这个 马六甲海峡中的船路相撞 然后2010年的时候 我现在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2010年的春天呢 俄国变得非常的热 它平均温度本来是20度的 结果变成40度 40度喔 一直到五六月 所以变得非常热 野火到处烧这个莫斯科的那个土 就是污染非常严重 都快到莫斯科了 就烧野火烧到快到莫斯科了 这个冷天度就很差了 另外一个成因呢 那那种烧野火呢 就是人跟其实也有自然的混合啦 就是你需要那些东西会烧嘛 那另外一个成因就是光化学烟雾 那施老师其实有提过 这种呢 就是要在阳光很充分的地方 那风速很低 甚至到没有风的时候 那大部分这类呢 都发生在夏天 那它的成因呢 是氮氧化物跟这个碳氢化合物 在太阳下 一定要这三种都存在的时候 才会发生 那氮氧化物哪里来的呢 高温燃烧 就会把空气里面的氧跟氮结合 另外呢 就是电 所以它会在电厂 发电厂 火力发电厂 化工厂 这个要用到高温的设备的时候 那或者是汽车的内燃机 所以车子多的地方也有这种问题 那另外的参清化物就是渗漏啊 不完全燃烧啊 所以化工厂啊 油槽啊 汽机车 所以这两类的来源 我们台北有很多的车嘛 然后高雄有很多的工厂 那中部就有很多的发电厂了 车子也不少了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是大都市的夏天 基本上会发生 所以我们刚刚看了三张101的图呢 最左边的其实是光化学电污 最左边 最左边 光化学电污 那第三类型呢 就是硫化物的这个污染 基本上这类的大部分是冬天发生 因为它有一个 其实大部分的污染发生的时候 都要配合那个气象条件 大部分我们人的活动 周末周日周末之外 其实大部分的活动是 是是是是 是差不多持续的 所以你不会哪一天突然放很多 突然放很少 那污染严重的情况下呢 就是你的天气情况特别的不良 没有风 那冬天呢就会发生一种所谓的逆温的现象 就是温度本来是底下比较热 高层比较冷 那可是冬天的时候就会发生呢 常常发生上面地冷得很快 上面还没有很冷 所以这个污染物呢 就会在这个下面累积 就是逆温的现象 温度上面比较高 下面比较低 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污染物呢 就不会扩散 就会被盖住 冬天就容易发生这个现象 那这个时候呢 冬天在我们这边还好 比较肥的地方呢 就需要取暖 那中国就用很多的煤 60年前的伦敦也用很多的煤 所以烧出来的这些污染物呢 在碰到逆温的时候 没有办法扩散 所以这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的二氧化硫 那另外呢 就是它还有很多出来的 没有燃烧完全的悬浮为例 又碰到 又很容易吸水 这些粒子呢 然后在吸二氧化碳 然后就氧化成硫酸了 那硫酸其实氧化的 其实没有很快 所以基本上呢 它需要禁止无风 立温发生的时候 有那种很稳定的天气 才可能是 是会累积到很高的浓度 好 问题就来了 中国北京啊 哈尔滨这些发生的 严重的污染事件 假如是在无风的情况下累积 那怎么传到千里外的台湾呢 那假如它风很大 对不起 早就催散了 所以污染物浓度也不会很高 所以我认为 来是有个很大的问题 那所以刚刚 郑教授其实有那个 披斯堡的 Donora的 附近的那个 Donora的照片 那Donora的 并没有 死的人 好像才十几个 对 可是因为它是小榻 可是它严重到呢 他们严重到 白天都需要开布灯 很厉害 那另外 第四种呢 也会影响的就是沙尘暴 所以每年的春天呢 因为其实这个中国的戈壁 冬天很冷 就冻住了 可是春天一来的时候呢 就解冻 那这些沙本来也没有什么水 就会随着这个大气的运动 会跑起来 那会吹向这个韩国日本 甚至夏威夷都会收到 甚至美国的加州 那大部分的沙尘暴结束后 就会有一层这样 沙 那我们台湾也说 我们有沙尘暴 那到底真的还假的 有意思 我们其实从2001年开始 我们政府就会说 沙尘暴要来 沙尘暴要来 在这之前没有 在这之前你没听说 这个有它的原因 我想不太方便讲 从2001年开始 我们环保史就开始讲 有沙尘暴 有沙尘暴 然后呢 我们就觉得一直都不可能 不可能 有一天就被我找到了 2002年3月18号的时候 这个是 一个是自由 一个是忠实 那自由就写第三坡沙尘暴 那忠实的里面也写了 就是第三坡啊 等等等 这环保数告诉他们就灯很大 然后呢 就在同一天的自由时报的国际版 里面就写 中国气象局表示 今年的第一场沙尘暴 前面两场是哪里来的 前面两场哪里来的 不知道 有问题 可是其实大家心里想是这样子 你要知道你坐飞机去美国的西岸的时候 跟回来 时间有差 对不对 坐飞机的时间 差到三个多小时 为什么 去是顺风 高层的大气是吹西风 是西边往东边吹 所以你去的时候顺风 回来是逆风 所以沙尘起来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往西边去 要来台湾的机会不多 偶尔 但是不是大部分不会来台湾 这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所以沙尘暴要来台湾的机会 其实是有限的 所以你看 你曾经看过我们的沙尘暴之后 会有这么多的灰吗 没有 蛮好玩的 所以你现在就要问 环保署为什么有这么热衷 讲这些污染物是从别的国家来的 那还有一个现象 我觉得大家很有意思 大家看到能见度差 就认为是埋害 所以我听过一个在环保属任职的人 他跟我讲司马库斯的空气比台北招 因为他觉得能见度差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所以假如大家以后回去看 你可以回去找 在讲沙尘暴的时候 其实没什么沙尘暴 所以记者去拍什么呢 跑到杨明山去拍 那是雾雾的照片 就登出来说是埋 有没有 其实没有 所以不要把这个自然的雾当做是埋 一个是松楼湖 一个是去玉山北东的路上 南京都都很差 乌乌的还有下雨 那这些污染当然是有办法处理了 我们现在是比以前要稍微好一些 那这个图呢 这个黑白的图呢 是我以前是披子堡大学毕业的 披子堡大学我要去念书的时候呢 我那个跨学系的老师就说 去那个地方好脏哦 白天看不见太阳 他去的时候是这样 我去的时候不是了 那这个是他们的这个 办公大楼叫做Cathedral of Learning 1930年盖的时候是最左边那个样子 可是1934年就变成那个样子 中间那个黑黑的样子 才四年哦 但是2009或是其实我去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个下面的小小的 完全没有以前的那些痕迹在 这个是这种这几倍的污染 都是可以处理的 而且他的花费是大家都可以负担的 所以有人就说 那既然看了那个中国财经的电影 说那我们就应该要去推档核能 两个效果不太一样吧 这个你处理后就恢复了 那请问辅导要多久恢复呢 完全不一样的效应 完全不一样效应 所以其实要怎么处理呢 就是法规嘛 我们其实台湾也有法规 但是我们采用法规呢 有没有漏洞 就是法规设计的时候要注意 那法规有没有真的好好去执行 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不只是中国有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问题 不只是空气污染 我们食品安全也有类似的问题存在 所以公众参与 监督 那我们要求要资讯要公开透明 那大家假如看了财经的片 你就会发现他讲讲讲 讲这一半就停住了 不能再讲下去了 也不能再讲下去 讲其实他的片子已经被拿下来了 所以也不让他们再宣传了 那过去到现在 我们还是很多的执政者看到的是 税收 眼前的工作 那不太注重民众的健康 食品的安全 当然了 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诶 污染对人体是不好的 所以才可能慢慢慢慢的改善 那希望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应该是做到了 那就算了 可是后面就不用恐怖了 那我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 谢谢徐教授的补充 跟他的这个建议 那我们接下来 就请这个刘世坚副会长 来提出他的看法 是否需要 好 放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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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四老师还有各位先进 有几位刚刚出讲的一谈人 今天大家来真的是 蛮暴躺的 要不然我们人爽的话 我们五个人就坐下来 冲冲人数 今天大家可以听五位的这个 这个历堂或讲演 那么一样 我就把现在台湾几个P2.5的浓度做了一点整理 那么赢家现在是最高浓度 P2.5 那么也做一点点我们的想法 想法 那么作为民主工事工会的管理 就是民国的历堂 这么说是 市民基地公司的工作人员 那我们曾经做完就是 那我们一件事的工程 在去中国的裹目的工作人员 有一点整理 那么这是台湾的火力电厂 其实台湾像有这样的一个 大的排放岩 还有六清 还有高雄 其实还是有 别部就像陶电厂 陶原 也是一个大的排放岩 那当然 几个大的电厂 林口 或是协和 台北市来讲是受到协和的电厂 在基隆的影响 其实如果东北风 或是说从 不管东北西北 从北方下来的 其实我们台北市都受到 一样会受到影响 台中他们也一直在怀疑苗栗 还有这个中国 是一个蛮大的排放岩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空气污染来源 除了电厂 工厂 还有所谓的车辆 还有所谓的这个 这个营建工程 或是这个道路阳城 那有的说这个农耕整地 或是农业的排放 左水溪河川的阳城 这几个是当然抱歉 没有整理到最新 我们把台湾几个空气污染物的 稍微十几年的一个状况 最低的其实是二氧化流 如果说在民国 这是八四年 一九九五 八十年的话 还会再高一点 甚至民国七十年八十年 会有降下来 这一个是太平化合物 当然有点降 那现在也降不下来 当然不同的时间 三角形的这一个是氮氧化物 也逐渐有降下来 其实现在也降不下来 当然这个是氧化碳 氧化碳因为车辆也是有些改善 以台北市当然也降低了 因为大众排放 大众排放 它就没有受洗澡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立状物 这一个是PM10 事实上没怎么降 拉下来一点也有了 这个是臭氧 我们今天谈二点五 事实上臭氧 会是另外未来一个问题 那环保署当然就定了二点五的标准 也是千呼万坏 那就像刚刚我们老师也提过 美国有AQI的标准 它还是用PSI 现在还不动 还是不改进 那这边我们看年平均是十五 美国已经降到十二 日平均也就是二十小时是三十五 那我先说 民国一百零二年 我们全台湾的 全台湾全年的平均是二十四 二十四 那一百零三年 也就是上一年 降了0.5 变了23.5 唯一克的每个地方公尺 但是有七个县市 还是上升 我们用县市来看 有台北 有苗栗 有云林 加益 还有花莲跟台东 反过来是上升了一点 真正全台湾可以符合标准的 就只有花莲跟台东 只有花莲跟台东 稍微好一点 那我现在从前边引一点 钟比杰教授的资料 那他这边在他的脸书 所以各位直接由他的脸书上网 去找他的资料 他这边就提了他个人的资料 所以就是他的研究结果 他特别提到 会先来发生率台北市 那这是台中 那这是台北县 在全台湾分配牌 第1、第2、第3 当然反正高雄这一次比了下来 那么他就是 差不多民国83年到87年的资料 当然这个也 往前推了10年 这个那时候的资料 会先来的资料 我们知道现在会先来的数据 其实是差不多像这样 继续在上升 继续在上升 那么他的一个研判 他做了这些早期1960、70到90的三张图 那么他的研判 那么在早期 差不多民国50年、60年的时候 北部台北地区 是高工业发展的地区 台北市台北县、桃园 即使现在我们看台北县像江子翠 那地方现在要做都更 才能高兴 其实那地方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工业地区 但事实上也都是违章建筑 一些小工厂 包括以前的这个像太山、五谷 包括树林 那么这个资料来看 他不同的演变 他是说明了说 从比较早期 台北、包括台中 慧线癌 当然他谈女性慧线癌 在这个时候最高 那么他是 因为在这个早期的工业污染的影响 那么工业污染的影响 长期的曝露 已经过了十几年 那么也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 会陷害的这个疑病的结果 所以他担心说 那中部、南部 现在的2.5那么高 就是现在的银家跟高雄 那么很可能 我们在十年、二十年 又是变成另外 就已经那么多人的这个铺肉 十年、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长期 所以这是一个忧心或警告 那当然就是环保署 一个监测站的状况 叫共有七十六站 七十六站 这个可能我就在这一步 目前当然七十六站的丰富 有一些是在工会区 有一些是道路旁边 最近有一些说法 至少在这里我先做一点这样的comment 就是说 我们现在很多站 事实上设的位置都还蛮高的 比如说五楼 在一个学校的屋顶 那这个问题比 这个浓度比到我们在路旁 在街道 或者说在地面 会低很多 低很多 我们五楼假设是十 在地面可能是二十 所以我们环保署监测的数据 可能要再成个一倍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实际的附露 是在地面 地面从阳城啊 车辆啊 我们的生活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会另外变成 加浓度 会加重这个浓度 我们的附露就更重 重要 那当然也有原意说 增加这个交通的测感 全台湾七十六个站 这里面只有六个站 事实上是偏少 要不然就是要强化这个研究 强化地面铺漏的研究 事实上如果我们讲铺漏 也可能有一部分是在室内 所以室内污染的问题 一样也是很重要 这是三十个本 不然现在2.5总共有三十个县 三十个厕站 大概每个县是一个 所以这个岩峡市的话 就有两个站 那目前当然也刚刚的一些统计 就从这三十个站来看 事实上人工之外也有自动采样 这一半的仪器 那 刚刚讲自动采样 其实是一天采一个样 二十个小时的浓度 二十个小时的浓度 那我们自动的话 它是每小时都有测值 那这个在应变的话 这样是比较合理 每小时的数据 可以在网络上看得到 事实上现在可以上网都看得到 但人工也就是所动采样秤重 要忙了一二十天 然后才可以得到这个浓度的数据 那所以也有人工也有自动 当然这个是互相搭配的来使用 了解 好 以下我就有几张 这些浓度的资料的一点统计 就用代表性的五都 那五都 事实上现在已经是六都了 这个桃园也进来 不过我会觉得又是台北 又是新北 又是桃园 事实上我们就代表了北部 中部跟南部 那么嘉义 因为嘉义是新竹跟我们说基隆 是少数的现在的省下数 年平均来看 我们看看台中差不多二十五 南部差不多三十 那北部差不多二十 那我们的标准是十五 十五 所以这个都差不多在标准的一点六倍 甚至两倍这个程度 那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嘉义 全台湾最高的一个数据 那这个是我们等等在稍微来来来来来 来探讨这个问题 那这个就不只是2.5 我们一般的浓度的二氧化硫 三氧化物错氧 错氧的标准是六十 所以我们看台南五十一 这其实这已经是年度的平均了 这个是八小时某一个某一天 所以这个倒也不能直接来比 二氧化硫比标准三十 是超过它的十分之一 看起来这个浓度是低下来 三氧化硫标准是五十 年平均差不多十八到二十左右 差不多它的五分之二 那也是不是很高 那臭氧 一臭氧在问题会是在小时指 那这有几张图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北部 中部跟南部 那很特别台南反而还高起来 所以那时候也有一些批评赖清德 你要做市场越做越超 台南反而比高雄还严重 铁嘴烘炮 铁嘴烘炮当然是短期或是一种事件 这里边他们看到的是民国八十二到一零二年的立状物的变化 其实第一个地方我们当然也有PM10 也是用自动监制站 这是自动监制站的数据 事实上是有一点降低的 我们的标准是六十五 所以现在当然在这里 六十五大概在这里 所以我们南部其实都不符合PM10的标准 那这三个当然是北部 红色就是新北市 这个万华或是台中 还算在这稍微低一点的 这一群 那南部 从嘉义台南高雄都不合标准 事实上长年以来是一直都不合标准 但是有一点点降低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很少人去直接把它拿出来看 我们的臭氧其实是不断的在上升 当然这是台中人几个站 不断的在上升 这几张是2.5 那么一样我们先从所作的红色 所以可以看到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高雄 大致上就是刚刚那一张图 那么如果看自动的话 自动化 反而台北市还更高一点 更高一点 那南部其实也是 包括高雄也蛮严重的 这个当然是一个趋向 一个趋向 那刚刚这个是有自动手动的一个方法的不一样 就是2.5 从94年到101年的几个城市的变化 几个城市的变化 是稍微有降低 不过我们现在的标准是在这里 我们标准是15 标准15 那么最严重的呢 反而是在这里是云林 其次严重的是嘉律县 还有这边的中部地区 高雄地区 那大概这个趋势是这个样子 这边看到是四个季节 那如果说要用2.5来看 2.5来看的话 看蓝色的春冬天是最严重 那夏天秋天还好一点 那如果看PM也是一样 夏天秋天是比较好的季节 冬天跟春天非常严重 常常发生恶化 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最近 从去年11月2月到现在的3月 常常发生高龙度的情形 事实上跟大气跟这个季节 跟气候是有关的 这边如果从北一直到 高顶也是发动的2.5的几个比较 当然这个趋势是跟刚刚讲的 是一样的 这一张其实 如果我们用夏天来看 全台湾都还不错 就比较低 但还是超过标准 还是超过标准 那如果看冬天 我们看这个紫色 等等等等 全台湾的这个蓝比的差异 又更明显 那高雄当然也是更糟 好 那最后我大概剩下两张了 我们当然看到出了气候的因素 中国飘重过来 假设了外来传输的因素 那我们真的是要再来检讨 而且更认真地来看 所谓的台湾国内的排放污染的来源 那我们刚刚一开始讲 电厂工业区大的工厂 包括我们说有可能车辆 我觉得最让人很难直接理解的是 加益变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 最严重的一个浓度的一个高热 高浓度或是说热点 一个合理的华语就是六清 从六清顺着风 我们不一定说在六清的旁边 而是经过风化反应 风向往下风飘 可能会经过半小时或一小时 这时候衍生性的尾椅 衍生性的P2.5就出来 有可能就是这样就来到嘉义 嘉义县台南市在往南 那另外一个是说 吹北风的时候由北 送到嘉义与台南 吹南风的时候高雄的污染 吹到台南甚至嘉义 两边夹紧 那台南现在被认为蛮严重的 那我这边是张腾泉教授 我们要把他扩着他的资料来源 张腾泉教授 那么他有几个论文在研究 六清牌旺跟当地人家的离别命的关系 基灵的附露跟他的疾病的统计 那这是他的一个资料 从网络上抓的 那他这边就提到六清来了之后 这一个二氧化柳的排放总量 是用点状 二氧化柳排放总量是用点状 那么这个三角形是所谓的熔度 这个点状的是排放总量 看右边的指标 那么三角形是二氧化柳的熔度 台西站 那么看起来是有一些关系 那到了2006年这个关系下降 那这显示我们的环境的浓度 跟这个六清排放量 有很大的相关 很大的这个观念 当然在这边就有些 有些这个浓度跟总量是有些交叉 另外也是一样抓到他的一张图 那他是在 这个是三个测站 台西、鸾背跟狗六 狗六差不多差30公里 那么台西差不多差10公里 事实上台西差不多在他的六清的西南方 那么狗六差不多在他的东方 那他这边就比较在不同的测站 这边的浓度的差异 这个2.47是 这个台西是狗六站的2.47倍 一氧化氮呢1.5倍 那氮氧化物呢1.5倍 当然最明显的是二氧化柳 那台西站有着更高的浓度 有更高的浓度 那这整个就是说 从排放量、从浓度 那也显示了一个距离、位置的关系 我们是会合理的 我会以六清的影响 很直接的对周遭的环境 很直接对周遭的环境 是有增加这个空无溶度 我们知道二氧化硫 当然会产生人的危害 包括酸雨 那他进一步呢 就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会产生延伸性的PN2.5 那延伸性的PN2.5 可能就往南飘、往东飘 甚至往北飘到埔里 躲溜、甚至竹山、蓝童 所以在谈到这里的意思是说 我们从浓度、从个人的库洛 那事实上往上游来推 或者沿途来推 事实上就是排放量 从哪里来的 经过什么样的机制或是影响因素 那么变成环境中的溶度 那么我们就受害 那这个其实 我在这边或是看到这样的图 其实都还蛮统计性的资料 那我当然是建议环保署 或是地方的环保局 能够用模式来模理 光化模式 加上一些气象的 这个风场的因素 来模理 在模理之后 就可以来做更好的确证 而且模理之后 我们可以才来规划 如何来做减量 如何来做减量 那大家都说 这是交通排放 电厂又说 那是当地的佐水机养成 那六千又说 我风向不对 大家又有各式各样的推荐 那事实上这部分 我们应该 如果有环保署 或是一些专业单位 协助单位 我们来更进一步 我觉得目前这部分的工作 可能有一些人在做 但是并没有拿成果来 让大家来看 或是来评论 甚至说 所谓的模理 或是研究 或是各样的管制规划 其实是应该 拿到一个大众可以讨论 了解 来一起面对 一起面对 好 谢谢 谢谢 由副会长的解说 告诉我们很多地方实测的一个结果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各位讲者 到台上做一做 接下来我们就 看看各位 来对比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 来进行这个 匹会 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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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吉教授 从你的警报里面说 中国其实并没有对我们 就是要你拿来 有什么 这样可以 那我们拿来吃 那我们拿来作 待一份是什么 不应 好了 我们拿来像 刚刚 那个 余伏会长讲的 我们都超标啊 对不对 那我们哪里 我们工厂 我们自己生产 自己生产 自己工厂 当然是 所以 要把责任写卸给别的不太好 我們自己的問題要先自己出門 那我認為環保署做這些規务團 或者是例外講的 它其實沒有這個study 我覺得它就隨便講 沒有這樣的study 去支撐它這個所謂的境外傳入 就像以前環保署也講過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 環保署說小孩子感冒 小孩子過敏 空氣不好 是因為家裡都有錢了 我們在家裡做裝潢 有錢了 家裡裝潢 那我覺得這更不負責任 第一個沒有做流行病學調查 第二個 假如這些溶劑讓小孩子在家裡過敏 那環保署就應該去 距離把這些禁用 那都沒有做啊 環保署也講過啊 婦女得肺癌的多了是什麼 因為炒菜的油煙 那真的這麼胡扯 跟50年前比 家裡外食的多還是現在外食的多 以前有沒有抽油煙機 以前還用煤球 照他的說法應該以前的肺癌得 也沒有流行病學調查 因為我們環保署其實愛亂講話 好幾年 有關 鄭老師要不要考驗了一下 沒有 這其實還蠻有趣的 就是說這幾年 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都覺得整個事情還要從開始定這個標準 就開始有一些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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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剛剛需要那個 講就是說 不過我想那個主要會有這個所謂的境外的 當然境外一定有某種 有一些貢獻啦 那 主要我看來都是一個一個模擬 這個 那個 就是 那個 那個 那個模式 可是那個模式是 大致上是 是 是這個 是有多少 那 至於說 是不是 因為模式總是模式啦 當然他可以告訴我們一些知識 那這就是真的是 到底是到多大的一個程度 這個 這個我想 需要 需要在一些些的生活看 那其實剛剛 要是講的其實他有點想 就是有時候很完害 那事實上可能也不見得 就是說 那個一次的完害 那 所以 這個 當然境外的這個有一些是 需要去 去 努力啦 但是我覺得還是很多部分 還是我們自己產生的 那 那不能說因為 因為這樣子 因為其實當時在講那個標準的時候 也沒有去 就想說 那我們定標準是不是要把這個境外的 來討論進去 他說不行啊 那個境外的他不會說境外的 就 就不會對我們掌聲影響 我們還是整個 標準應該是多少就多少 那我們應該 自己能夠努力去努力嘛 那 那協調當然可以去協調啊 但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自己要努力啊 這樣努力啊 對 這個 在聽這個標準 或者說 實測之後 然後再看這個 管制的績效的時候 很多環保 環保局 當然都是希望能夠把境外 這樣被去掉 那他們的績效就可以低高 特別是說 特別是說 這個 特別是先不為例的這個 PM 現在是只有PM Pan PM 常常造成空氣不良日 那個 那個 不良的日數增加 那他們如果把那個境外的因素 都把它考慮進去的話 那 那個空氣不良的日數 日數 就減少了 那 那績效就高了 所以這個 很多 環保的這個 行政的部門 現在大概 就會比較傾向你 把境外的這個部分把它 強調一下 美化一下 使自己的這個 這個績效能夠提升 那當然這個我想 我們知道空氣污染 它是會誇境傳輸 一定是會的 只是說這個 到底境外 境外到底是多少 這是一個 要去 進一步評估 那當然進一步評估 一般大概也是 要做各種 研究 採樣研究 分析 它的這個 它是不是真的 污染源 是在那邊 從那邊來的 所以有各種模式 當然各種模式 都有模式 模式